2,2,3,4 14年前我和他们一样年轻 因为身材还小 即使拼命跑也只能跑在最后 我从没有放弃过 那一次成兵的战友 因为温度比较高 整个在这个火场当中牺牲 生死离别 只有刻苦训练自己的业务 在火场上或许你就能多坚持几分钟 就能多救一个人 我已经是消防部队的一名老兵了 安全是什么 对我来说就是把人救了 然后再给我活着跑回来 烈火无情 比烈火更无情的教官最懂得真情 安全是朱庆阳一生的事业 也是我们的 故特一轮胎 因安全而信赖